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在福建艦航母即將開始海試的同時 自從去年2月進入到全澳大修的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 近日也傳出了好消息 它的升級維護已經完成即將出海 這可能意味著中國海軍的三艘航母 同時出海的日子越來越近 《大公報》近日報導說 經過10個月的緊張施工 遼寧艦升級維護作業已經是近員工 估計沒多久就會出海試航 去年2月28日在渤海結束演習任務的 遼寧艦返回大電造船廠 開啟了計劃內的提升維護作業 經過7個月在船澳裡的施工之後 遼寧艦順利出澳並重鋪甲板塗層 至去年12月底已經基本完成船體維護 海試之後將會重返戰衛 內地軍事公眾號 《空天力量》就發文說 從這節的報導同時刊登的照片可以發現 遼寧艦的整體狀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飛行甲板上就出現了三排 類似施工棚的建築 這個難免令人立即聯想到同樣在 飛行甲板上佈置了三排施工棚的福建艦 難道遼寧艦也要換裝電池彈射器? 作者認為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首先從宮崎來看 遼寧艦這次大修只用了10個月 屬於正常的進澳進行檢修 從2012年9月正式服役以來 遼寧艦已經多次進澳維修 根據維修和升級專案不同 需要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2014年4月遼寧艦首次入船澳維修 只花了4個月的時間 2018年的第二次進澳大修 就是對藍島和雷達系統進行了全面更新 花費的時間超過8個月 這次網絡流傳的照片顯示 遼寧艦自從去年2月進澳之後 到去年10月就基本完成改裝和維護工程 而想要換裝電池彈射裝置 需要對航母動力系統的發電裝置進行全面更新 以保證電池彈射裝置的用電需求 同時飛行甲板前半部分也必須是劏開土的 以容納上百米的彈射氣軌道 這樣的建造工程顯然不是短短幾個月就能完成 其次與福建艦航母不同 這次出現在遼寧艦飛行甲板上的施工棚的位置 是在滑約甲板的後方 長度和位置並不符合彈射氣軌道的要求 而且外界普遍都認為滑約甲板的彎道幅度 很難安裝彈射氣軌道 因此就算是遼寧艦要佈置彈射氣 也只能安裝在斜角甲板上 這與照片上的情況並不相符 最後遼寧艦滑約甲板的基本設計 注定了它的作戰效能先天 就與福建艦存在明顯差距 花費巨大的時間和資金代價 對它進行彈射氣改裝 無論是調換藍手改裝兩部的彈射氣 還是斜角甲板上加裝一部的彈射氣 換取的戰力提升相對有限 作者認為考慮到中國當今獨步天下的造艦能力 與其對這兩艘航母進行劏土式的大改造 不如乾脆建造全新的平直大甲板航母 或者說作為中國海軍航母起步和過渡時期的特殊產物 這兩艘滑約式航母的關鍵使命已經逐步完成 未來中國海軍的中堅力量 將會由福建艦為代表的新一代航母接任 從遼寧艦這次進澳大修並未更換上控陣雷達方面 就能非常清晰地看出中國海軍的思路 另外也有內地的軍事博客認為 遼寧艦這次主要進行的是保養和升級作業 值得一提的是 自伏役以來遼寧艦經歷過幾次的全天候作戰執勤任務 包括艦載機、夜間起降、遠洋作戰體系搭建等任務 長期重複使用導致艦上的系統和設備磨損嚴重 而船底也會附著不少海生物 這些內外因素都可能降低航母的性能和使用安全 為了維護遼寧艦的戰力返回船澳檢修是需要的 動力和其他系統需要全面整修 甲板上的防滑塗層也要重新噴漆 檔驗板和阻攔索等零部件都需要檢查和更換損位部件 由於遼寧艦奉業較早肩負著密集的訓練任務 以往的維護並未充分運用新技術 因此這次大修為遼寧艦提供了升級的好機會 預計她的作戰能力進行了必要的提升 有可能提高度和山東艦類似的水平 能夠更好地適應2030年之後的作戰環境 分析又指出遼寧艦將會專注於 艦載機的改進和升級 現在搭載的艦載機是殲-15艦載戰鬥機 在北九的將來 艦載機可能會升級為殲-15改進型 不僅搭載有緣上控陣火控雷達 對於技術支援和效勤保障的要求更高 航母需要升級相關的系統 遼寧艦正式回歸後 解放軍海軍將會再次擁有兩個航母編隊 中國海軍的兵力調配和部署方面 將會更靈活多變 值得提的是在遼寧艦維修期間 山東艦作為中國海軍唯一可用的航母 先後四次執行遠洋任務 最長的一次外勤長達了兩個月 而艦載機最多的出勤次數超過60架次 經歷這麼高強度的執勤任務 山東艦同樣需要檢修 以便在未來的行動做好充足的準備 到了2030年後 如果計算蘇聯和俄羅斯時期的歷史 遼寧艦至第一次下水已經將近50年 可以說接近服役壽命的極限 同時福建艦已經投入使用 004號航母也可能加入部隊 遼寧艦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另外看看海面下3500米的天文望遠鏡 能看到什麼? 人類了解宇宙除靠可見光 還有神秘的鐘微子 它們幾乎不同物質發生反應 可以從致密的天體環境中逃離出來 是研究極端宇宙的利器 上海交通大學團隊正在海底 打造一台性能超強的 鐘微子望遠鏡海玲 通過捕捉高能鐘微子 解答宇宙射線起源等未解的謎題 作為數量僅持於光子的次元子粒子 鐘微子的誕生往往與宇宙極端事件有關 譬如宇宙大爆炸、超新星爆發等 其中高能鐘微子主要源於宇宙射線 同塵埃及氣體的碰撞 值得一提的是海玲望遠鏡 仰望宇宙的方式與眾不同 它不是向上望而是向下望 海玲將利用整個地球作為屏蔽體 捕捉從地球對面穿透而來的高能鐘微子 通過地球自轉實現360度全天候探測 接著看一看全球運力最大 固體運載火箭聲控 近年來中國商業航態發展迅速 2024年也有不少看點 其中海南國際商業航態發射中心 有望迎來首次的商業發射 央視去年12月報導 海南國際商業航態發射中心 1號發射工位正式進攻 標誌著中國首個商業航態發射場 在形成發射能力過程中取得關鍵進展 根據天兵科技5日發布的消息 110噸推力液氧煤油火箭發動機天火12 近日完成首飛批次校準熱試車 具備交付首飛和後續批產化發射條件 作為中國首個全固體綑綁式中型運作火箭 東方空間研製的引力1號火箭首飛也受到關注 火箭11號中午在山東海洋附近海域發射升空 首飛就採用難度較高的海上發射 拆新了全球運力最大固體運載火箭 中國運力最大民營商業運載火箭紀錄 進一步豐富中國運載火箭營譜 最後看一看中國自主設計建造 全球最大B型LNG燃料倉交付 由中國船舖大連造船建造的 單倉世界最大13000立方米 B型液化天然氣LNG燃料倉 順利員工交付 這款燃料倉由中國自主設計建造 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填補了全流程自主研製在中國的空白 B型LNG燃料倉 是用於LNG 雙燃料貨櫃船的關鍵設備 每艘船配備了一個獨立的B型倉 與傳統的LNG船用燃料倉相比 B型倉容量利用率更高 建造更靈活 在建造過程中通過試板看接 模擬倉建造等建造工藝公關和技術驗證 團隊攻克了精度控制 改造品質控制等一系列關鍵技術 實現了國產化漢材在實際建造中的首次使用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